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罗马这五年 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罗马是一个很古老 很辉煌 又是一个很轻松 很愉快 很热情的一个城市 然后这个城市给我带来了 我自己觉得在我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一种转变 特别是它让我重新能够回到思考 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 怎么样的一种创作状态的一座城市 改变了之后 心态改变了之后 就会出现画面上的一些改变 或者体材上面的颜色上面的 用笔上面的一些改变 正因为有了这些改变 我就开始画这个城市 风景 人物 从这里开始慢慢的去深入到 画一些生活当中 我想要表达的那种真实的一些题材 比如说超市也好 菜这个系列也好 梳妆台这个系列也好 这种更加生活化的 更加平民化的普通化的东西 对于我更加演示 我说的那种真实的那种体现 会更加切合于我的这个主题 我想通过我的作品 我的画面 去把这种真实 对于生活的真实 去感染每一个人 让他们更加关注自己的状态 更加回忆到一种 对生活的一种热爱 对生活的一种享受 好